第一件事先用後放,後用先放 像垂袋地脊這些,我們要蓋了一個形 蓋了一個天幕之後才拿出來用 我們會先將垂袋和地脊放在底部 然後第二個原則就是重的東西放上 輕的東西放下,重的東西盡量貼到身邊 輕的東西盡量放在外邊 因為整套東西來說,形和天幕是最重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其他輕輕一點 或者遲些用的東西放進去 我們照樣放一些桌子 然後形底一隻 輕輕一點的,好像椅子和曲線 就可以放在外面一點 最後我們習慣把形燈放在頂樓 因為有什麼事起上來呢 我們馬上可以在頭頂那裡拿出來照明 然後到最後呢,就把索帶 一次蓋好它 它的背囊站在這裡,懂得自己站在這裡 那就結合格了 基本上我都是建議,如果你第一次去露營 藍山和灣仔都是不錯的 因為最主要就是老手多 經驗豐富的人多 如果你說真的有什麼問題 搞不定,其實都可以問人幫忙 第二樣東西就是它們的交通比較方便 好像藍山其實它搭3M巴士 就已經可以出到去梅窩或者東涌 如果在Touch Road有什麼事的時候 你走起來都比較方便 灣仔就因為它本身都有些艇家 可以搭大飛回去黃石再找車走人 第三樣東西就是它們的水 最主要因為你去露營 水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灣仔和藍山就會很近 只是五分鐘內的路程 就已經可以去到廁所了 我建議就約三點到四點鐘 就要起好一隻營 因為三點四點鐘的時候 太陽都還未下山 你可以看清楚自己的地 看看上面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有些人還沒拔起的營釘 這樣你在營釘上面起了一隻營 就很容易刺穿你的營 以及你的沖起地脊 夏天我都會去的 主要去一些沙灘的露營 好像浪茎、鹹田、西灣 其實都是一些夏天非常好的地方 其實都是一樣不太建議的 如果你真的走失了 或者你出了什麼事的話 其實沒有人知道 其實最主要就是把食物盡量配好 因為我見過太多新手去露營 就去到場地 然後就起營 然後就起桌 然後就會很流行 把所有東西全部都放出來 但是放出來之後 就會沒有人理會它 很多時候牛肉會趁你不遺疑的時候 就會自己走過來拿了一些食物 有經驗的露營 都是會買冰袋 或者是買密實袋 我們會預先把食物包裝好 可能是這一盒是給今晚晚上的 這一盒是給明天早上煮的 其實我們會把食物放在背包 就像我剛才說 第一個大原則就是要 不留痕跡 帶上它的垃圾 自己帶走 去一個有馬路地方的垃圾桶去丟 因為如果你就這樣放在一個郊野地方 其實它是不可以自然分解 而且都是要人帶回到山 其實對郊野公園的負荷其實很重 第二樣東西就是 去到郊野地方 其實都是盡量保持安靜的 因為大家去到郊野地方 其實都是想放鬆 去到空曠的地方 是很細聲都會很應聲的 其實基本上可能隔近十米的距離 都好像只不過在兩三米隔離說話